有本港星级发型师大豹一英工作心酸 他到英后在当地发型屋工作 除薪酬大减外 每日工作 小时无停手 到宴昼两三点 成个人已经泄了 明星级发型师Walker接受YouTube频道 孟妈在英生活的访问 他是在2021年10月 一个人移民英国 出来时觉得闷 因为香港 做完也可以同低同是去时下发 但在国只有自己一个 直至现在多了朋友及客人 这寂寞感才消失 Walker在港时曾负责模特及艺人的 行是星级发型师 他到英国后在伦敦艺间发型工作 他形容工作辛苦 他住得远 每天早上六时经要起床 搭一至两小时地铁返工 但他指最新的是 英国女性的头发有向近几手特质 增加其工作辛劳性 令他日日都要用做gym的力度来处理 我女性头发有什么几手特质 如何难倒星级发 是Walker 以下是他在访问中大报的密文 Walker表示在英国 行屋工作好忙 一个接一个 你卯得停开 六点几 起身了 验咒两三点 你可以谢了 大部分日子 日连十分钟休息时间都无 他又表示 英国人都好 处自己要灭也开 取店一入道 离就已经化碧你 跟住BD图啊 要你跟住捡 他在访问中分享了 国的眼尖客人 以及英国同事的趣事 Walker是过游客 剪完头发后 其同行的朋友或家人 即拿出一把 杜 剪多取半寸 投你死过 他当时月薪2000英镑 约19000港币 自行开设发型屋 客员主要为当地的港人 即创业开设发型屋 但雇员只有他一个人 席剪 仍要一脚踏 目前收入虽收之平衡 但仍不急在 做发型师的收入 以前席剪 吹收港币900元 现在则是一个 Affordable 可负担 的价钱 星岛头条APP经营 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